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美国11月5号迎来总统大选国际瞩目 台湾的现代财经基金会举办论坛 讨论美国大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分析 川普或者贺锦丽当选分别对台湾经济的可能影响 11月5号即将迎来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或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胜出 必定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同影响 台湾商业总会举办论坛同步探讨对台湾的经济影响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分析 川普若胜选AI晶片可能会受惠 不过供应链成本将提高 油价则会稍微趋缓 何锦利若当选对台湾经济比较有利 不过不利科技股 台湾利率也会走高 那第一个就是尊重财政区对富人科税 对中小企业减税 二次通本几率比低 债务攀升比较受到限制 但美国软着陆对台湾经济比较有一些利 那中小企业的一些新创减税 福利支度增加 当然对经济活力会有一些帮助 不过债务还是可能会增加 全球利率走高 台湾利率也很难说大幅的降低 但整体而言 哪一党派当选对台湾股市不会有太大变化 选后台湾如何因应王健全提到 应持续透过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 由经济合作巩固台美关系 并善用台湾半导体优势 建立双向投资的生态系 新唐人言台电视林家伟 唐吉安 台湾台北报导